屯門畫室 終於有網上課程 下面的資訊欄有連結 快點加入成為Patreon會員 大家好,歡迎屯門畫室 今天又繼續畫 星期一 我不記得第幾天 大家看片頭,記得我第幾天畫 又是千灰到七彩 我希望它不會下雨 現在早上八點半 我想可以爭取到一個時間 去記錄一些位置 因為全部灰了 如果出來寫生 就像我之前所說 就記錄一些位置 今天做的項目是哪個位置呢? 我上次記錄了衣服 今天我打算用一個小時 記錄這邊的位置 就是房子的由下 的衣毒 的衣執雪 我釐清那些關係 記錄一些位置 只可以這樣做 因為一些... 它不是很強烈光暗 但其實Line and Shadow 都是在那個位置 我盡力做 看看做得多少 做完再拍一條影片 講解一下,OK? 是這樣 好,現在畫畫一下 就看到下雨 再分享多一條... 一分鐘 畫畫畫 其實不怕下雨 因為... 就算雨打了下 畫板 游水不會混合到 你可以繼續畫的 除非是很大雨 但正常 如果上面有個遮瑕 更加完美 年輕的時候 我就會做 現在就... 用樹蔭遮瑕 遮瑕 很大雨 你要走 但其實... 少少魚油畫 是沒有問題的 完全可以繼續畫的 OK?好 那我繼續畫 待會再畫完再分享 好,大家好 歡迎來到條門畫室 現在畫完了 九點二十幾分 畫了一顆半鐘左右 那就... 真是灰了 剛剛... 下完雨 那... 那... 又是說回... 如果油畫寫生 下完不怕的 其實... 難之上有 特別好大雨 其實是OK的 不過... 都是灰了 到... 今天要做的事就做了 我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見不見得到 又是... 對... 這邊... 這塊 OK? 那... 那... 基本上... 顏色... 有一兩下 剛才有一兩下 光呢 就... 去到這麼光的 我立即抓到兩下 但是不協調的 因為如果這裡這麼光呢 這個位置 會發生一些事情的 它應該退後還是怎樣 還有那些... 那個綠色的 黃色多些 藍色多些 那些全部未算 那些要... 嗯... 我希望下個禮拜 明天都可以 如果它一下光 有一個小時 給我捉 那我可以... 調回 現在都是... 捉回一些位置 那... 到這裡了 那...其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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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還沒處理 上面那些... 碎個樹仔都還沒處理 因為... 那些樹仔呢 要等回那個尖 那... 那... 就... 就是這樣啦 盡量每一天都說 如果其他朋友上寫生 那就盡量不要跟照片 因為寫生好玩 還有難的地方就是這樣 它會不同的 跟著不同的氣氛有不同的東西 好,就是這樣 OK,那下次再見 五千塊 大家好,歡迎來到馬室 今天想說的是 Go Go Meet 油畫風景班 好,時間、日期、長時間在這裡 接著我們完成了上半部分 我們完成下半部分 接著你現在插什麼呢? 我們先插底部 我不知道底部是多少 我又在這裡 記著拿一個一去讀 我又拿貓眼鏡 我們來看看課程內容 距離上次弄GOOGOOMED網上的油畫班 我看一看是一年半前 有些朋友問有否想畫油畫在網上 我卡了那麼久,沒有再做一次 一如以往,這次的油畫班是一年六堂 兩堂畫一張,兩堂畫一張,兩堂畫一張 即是在六堂內完成三張作品 鑑於之前我教的是油畫的入門班 這一次也是簡單版的,大家不用擔心 但我已經上次講解所有油畫工具用法 而有些朋友已經上過上一次 所以這次我基本上這六堂內 沒有講油畫工具用法 但如果沒有上過我上年半前的那些課程的朋友 可以在這六堂內 在額外再加多一堂 就是上一次我講解所有油畫工具的錄影課 在報名上可以自己選擇 六堂的這個課程 再加多一堂講解油畫工具用法 而已經上了上年的油畫工具用法 或者大家覺得自己已經對那些工具很理解 就不用上那一堂 就直接上這六堂 然而我在這六堂內 亦都會講一些油畫工具用法 即是我一直畫的時候 我一定會告訴大家 是怎樣用那些顏色 不過如果很有系統地 所有油畫筆、顏色、調色版都講完 你亦有興趣 亦都可以加多一堂去學習 好,我先看看這六堂是怎樣的 好,今次我選了三張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英國風景畫家 Constable的畫 我三張都用他的風景畫做一個教材 去教 用一些風格去貫徹始終 好,我第一堂教的是雲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畫雲 Constable也有名畫雲 我教這堂 大家如果想畫雲 好像很沒有形態 很虛 很變幻 究竟是前後次序應該怎樣做 起高應該怎樣起 而是用的顏色比較少 我簡單說是黑白灰 再加一些藍色 我簡簡單教大家 就可以畫到 著重教大家的用筆 起高當然會教 一如以往 亦都是虛實 即是拌多少重墊水 落多少顏色 是這一兩堂的重點 好,我們完成了一個雲的介紹後 我可以再教的第二張 亦都是雲 不過今次的雲我多些是整張景 不只是雲 下面有少少草 有少少樹 然後是宏觀的軟 雲就變成後蟲 大家學了頭兩堂 對於雲有一個理解 今次我們亦都是畫一個雲的變咒 但再加上下面少少地下 我覺得是非常容易去處理 不足、方向 以及這一張和第一張是不同的 第一張雲是比較完成程度高一點 反而第二張是這張雲 加上下面的風景 即是樹、草等 它是比較畫面 我亦都會在中間的這兩堂 會講解多一點 速射多一點的畫畫 因為其實如果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他不會很多時間去完成一張畫 可能他放工、放假、時間少些 傾向畫一些比較畫面 這兩堂我會做這個講解和示範 最後兩堂也是有雲 但我加上樹的用法 還有一個建築 融合了幾種東西 雲裏面 這張是一張比較 有少許 它不是第一張那麼天狼氣清 又不是第二張那麼灰 它是中間的雲 亦都會做 然而會多一點時間去講解 如果有一個簡單的小屋 大家看到這間屋有很多窗 不用擔心 我們會簡化去做 只是告訴你 如果香港寫生 擺一間小屋 或者擺一個小小的建築 它未必有這麼複雜的窗 可能是那些村屋、三層等 但透視又如何處理 這個起稿時會說清楚 再加上前面有一棵樹 那棵樹的不足畫法、起稿 這堂會著重點說這 OK 好 希望在這六堂裏面 講了基本上以雲為主 但後面也有樹有屋 希望可以全面的風景畫班 這樣教大家 我自己長年出去寫生 我很有信心教這班 所以有興趣學油畫 或者有興趣是風景畫寫生的朋友 都不要錯過了 那我可能一年開一次 這些油畫的風景畫班 有興趣 這六堂就是完成了之後 下一期我看情況會不會再是油畫班 或者變回素描班 如果大家有興趣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把握這個機會 OK 好 希望在我的Google 網上看到大家 OK 拜拜 在下面的留言 在下面的影片 在下面的影片 可以在下面的影片 如果不清楚 也可以去我們Facebook IG 去留意信息 和找我們 OK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LIKE 分享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和逢星期二 錄馬有新片 星期四 9點半至10點直播 記得追蹤Facebook 和IG 有價格的話 隨便可以追蹤Facebook 或者是最好的影片 會不會再追蹤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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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 會不會再追蹤Facebook